環境部向大多倫多地區發出特別天氣聲明 預測明天會有強風暴雨 東面和北面地區有冰雨 何家碧的報導 環境部向南安省大部分地區發出特別天氣聲明 預測明天有強風暴雨 在五大湖內陸地區可能出現短暫冰雨 預測東面和北面 若克區和杜林區有冰雨 風雨夾雜的天氣將會持續明天一整日 雨勢會在傍晚時份逐漸減弱為震雨 但晚間的風速每小時可達70至90公里 多倫多預計有15至25毫米的降雨量 明天最高氣溫攝氏7度 而今日天氣相對溫和 有陽光和雲 中午氣溫攝氏6度